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到最后英文一起读 我们再来看看Fast Hall 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在于 Material这个字你大概懂 但有一个字叫Materialize 就变动词了 难道我Material有物质的意思 材料的意思 材料化吗 不是的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 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 第一篇 好一样先把它读完 Had an emergency plumber come to fix my leaky shower leaking shower Forgot that I left my clothes from the day before on the floor Including white boxers With a pretty obvious skid mark When he commented I pretended I had a friend's day the night But they were definitely my pants 结束就这样 其实很好笑 要是你有看懂有听懂那恭喜你 没听懂来我们解释一下 那这边有一个had当开头 那其实它就是 I had an emergency plumber come to fix my leaking shower 那I省掉没差了 过去是还是用的对的 I had an emergency plumber 好这是 反正这是一些文法能够容忍的地方 所以他找了一个emergency plumber emergency就是紧急的没问题 那plumber这个字 B不发音 我们叫水管工 所以通水的 通水管的 我们台湾叫水电 因为水跟电走在一起 可是在国外是两个不同的专业 所以很多人大概只会走其中一条而已 所以他在通水管 had an emergency plumber come to fix my leaking shower 来修什么呢 修他的这个shower有点漏 所以漏水的漏叫leak 那leaking shower没问题 如果说是你的水龙头漏的话 那faucet这个字也要知道 faucet就是水龙头 那还有一个字叫tab ok tab water tab water 就是自来水 ok 好所以他来修他的leaking shower 那他忘记了 他把前一天的衣服放在了地上 包括另外这一件东西 那他用了一样的结构 就是把主持生掉 i forgot 所以他就直接是 forgot that i做什么事 所以again这是一个 可以接受的文法的一个imperfection 大家忘了是什么事 忘了他前一天的衣服 是留在地上的 那他做了这个 把衣服留在地上的动作 就是这个plumber来的前一天 那你就已经知道 plumber来的时间是过去式了 而衣服留在地上的时间又更早 所以这个时候他 虽然说他有在文法上做很多的省略 可是他在实态上是没有马虎的 所以他这里用这个i一撇低 不是i would 他肯定是i had 因为had后面会把动词变成 我想讲完成式 或者应该讲过去分次 所以他这里leave的确就变成了left 实态很正确 so i forgot that i had left my clothes from the day before ok想听懂 所以我忘记 我把衣服 前一天的衣服留在地上 那那个留在地上的动词 就是过去完成式 因为是在这个忘记的时间更早 这个我们真的常常讲 所以我希望同学对这个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要是你有问题的话 表示你可能看我的频道还不够久 希望你继续看下去 这个例子看多了 你就会对实态非常熟悉了 ok 我希望我的旧同学都可以非常有共鸣的 或许可以在下面留言说 呀没错 老师你现在讲任何的这种 过去是过去完成式 我听到耳朵都要流油了 就你已经讲太多次了 因为真的讲很多次 我做了600多集 书面里面有超过100集在讲这个 好了anyway so i forgot that i had left my clothes 什么clothes 就前一天的衣服 so i from the day before before what before that day of course so i from the day before on the floor 好留在地上 好可以 包括什么 including white boxers 这个boxer就是我们讲男生的那一种 因为boxer你的理解是打拳击的人 对不对 拳击手叫boxer 那拳击手穿的那种四脚长裤 就慢慢衍生成内裤也可以长成那样 所以这个white boxer就是白色的内裤 而且是四脚的那一种 这样听懂 好包括了white boxers 而且with a pretty obvious skid mark 所以我们这里要讲的重点 其实skid mark 什么是skid mark 这个skid mark 一般理解为是刹车留在地上的东西的痕迹 所以车子突然间来个紧急刹车 留下胎痕在地上 skid mark 还有就我们台湾的打球的地方或之类的 一般可能是户外 水泥地 那当然在国外呢 他们的很多体育场都是室内的 因为要是你这个东西只有在室外 你就只能打半年 至少在多人多是这样 因为下雪 所以我们就在多人多很多运动的地方是室内的 那室内的话就比较不可能是水泥地 所以很多时候他室内的体育 就打球的体育场之类的 它都是木头地板 我们称那个叫硬木地板 hardwood floor 尤其篮球这样的运动 你常常会摔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hardwood这个字 加个floor也没问题 这样硬木地板 那我讲这个干嘛 我因为我们还在讲skid mark 我刚刚说这个skid mark是刹车留下的轮胎痕迹 有些人的鞋子也会在这种硬木地板 当你在跑动的时候 刹车的时候也会留下痕迹 这样都不好 因为这样打扫的人或之类的 会造成他们很大麻烦 或要插或什么的 有的白鞋子就不会 黑底鞋有时候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也叫做skid mark 那你就理解了 那为什么他的white boxers with a pretty obvious skid mark 所以这里的skid mark 的意思不是 刚刚讲的刹车痕 你想象一下 汽车轮胎地上的刹车痕 是不是就是黑黑的一道 这样子 那如果你的内裤上 有这么黑黑的一道 你会以为是什么 就是上厕所没擦干净 我就讲这么明白 上次我没擦干净 留下了一条 屎痕 好了 讲那么清楚 对不起 屎痕在内裤上 其实我真的觉得外国人 常常有这种事发生 还是我们台湾人不爱讲 我自己真的是没有 要是我有 我大概会觉得有什么 我不让你知道 我把自己当玩笑来看 可是我很少听说 我们台湾人会有这种 内裤上留下死痕的 这种行为 可是真的据我知道 很多外国人都有 就他们这么sloppy 屁股都不擦干净就是 Anyway 所以这里在讲就是这样 他地上留下一些衣服 而他的白色内裤上 竟然有着死痕 OK Shit stain So including white boxers with a pretty obvious skid mark 据点 所以当他对这件事 做评论的时候 谁啊 水管公嘛 when he commented comment这个字应该没问题 评论 他就假装 I pretended pretend是假装 that I had had a friend stay the night before 也不用讲before了 这样子 你看这里 I had had a friend 也是一样 就是在水管公来的过去式的 更早以前 有朋友来留宿 所以这里的时态变成过去完成式 这个文法很好 时态很好的 OK So when he commented 是我的裤子 but they were definitely my pants 所以他在这里告白了 我不要讲告白 自白了 说那裤子 其实是我的 把他怪在我朋友身上 其实是不太好的 但总之他就这么做了就是了 好 alright nice alright anyway 我们还要不要再看下去 我理论上是可以再看两个 可是又觉得有时候会太长 再看一个好了 好不好 再看一个好了 来 那剩下我们再把它留下去 下一次再说 这个我觉得蛮酷的 来 一样我把这个重点也都先 highlight起来过了 来 这故事好可爱 好 讲快一点 while wireless就是跟while基本上一样 所以当我还在大学读流行设计的时候 so while he's in college study in fashion fashion design 那这边撒个逗点 但没差了 那当他在大学读设计的时候 我说服了我的弟弟 他确定是弟弟 因为他讲的younger brother I persuaded 所以persuade就是说服 说服他干嘛呢 to model 所以model这个是可能动词 就当模特 来替他当模特 so he was modeling for her model什么东西呢 several ball gowns and prom dresses that I had made 所以这里我刚刚有停顿一下 其实不太对 所以several好几个 ball gown是什么 这个ball不是球 舞会 那这个gown就是那种 女生穿了一件事的 那玩礼服或什么之类的 就叫做gown OK so several ball gowns 玩礼服 and prom dresses 那prom这个是毕业舞会 我们有时候毕业舞会上 有时候高中 或什么的选出 今年的 毕业舞会的 king跟queen是谁 所以毕业舞会的皇后 这都是至高荣誉这样子 prom dresses I had made 你看这边又是时代的一个正确性 他更早以前就做好了 后来迟一点才叫他弟弟去 当他的model这样子 所以I had made 用了过去完成时 很正确 而他只告诉他 I told him 告诉他什么呢 你就正好是 完美的身高 来试这些衣服 I told him that he just happened to be the perfect height 就正好你有这个完美身高 OK 但事实上 the truth is I thought he was secretly gay 所以他以为他弟弟呢 是一个没出柜的同志 同性恋 he was secretly gay he didn't come out of the closet 所以这个出柜这个字 真的是从英文来的 就叫做come out of the closet 就从衣柜出来 就真的叫出柜 come out 然后有时候他们甚至就省略 come out这样子 像例如说假设你是同志 你想要对着你父母 来宣布你出柜 那你就 例如说假设是我好了 所以我跟我的父母出柜 然后上礼拜发生的事 我就会说 I came out to my parents last week 如果说我下个礼拜 要再跟我父母出柜 I will come out to my parents next week 所以这个come out to somebody 就是一个独特的用法 所以加了阶级只是to come out to 这样子 OK 好 但也强调一下 我不是 要是我是我就承认了 但是我不是 OK 我是喜欢生理女生的人 这样子 好 所以 the truth is I thought he was secretly gay 所以 他以为他的弟弟 是秘密的同志 然后就会享受 我把他打扮成 就是 prom dress ball gown 这样子 and he would enjoy the dressing up 这个dress up 就是把他穿戴起来 这样子 do him up do is洋娃娃 所以连这个都是一个动词 就把谁这些像洋娃娃一样打扮起来 do up 这样 那最后这一句算是我 本来要预先好想好的 这一个整篇的重点 he wasn't and he didn't 为什么这边有两个不同的 否定的 算是句子 然后省略呢 因为他 针对的是不同的刚刚的两句 所以你看他说 he was secretly gay 是不是B动词的句子 yes he would enjoy the dress up 他想说这个我帮他穿戴好 这是一个一般动词的句子 但是套用了一个助动词 所以他不是gay 他也没享受 所以他就必须要 针对这两句用对正确的B动词或者助动词 so I thought he was secretly gay but he was not 所以这边才是he wasn't and I thought he would enjoy the dressing up but he didn't I thought he would enjoy but he did not enjoy 所以并不是说这里是would 后面就一定是would的 no ok 因为would是会怎样 那他这里并不是说他并不会享受 他是根本没有享受这件事情 那是过去式 所以这里改换掉正确的助动词 其实是正确文法 我知道我们台湾国中教英文的时候 很僵化 你看到这里是这个would 可能这边就会是would才是正确答案 no that's totally wrong 好但我这样讲你应该懂了 好我们再把这个故事再读一次好了 我觉得他有点长度也蛮酷的 while visiting college study in fashion i persuaded my younger brother to model several ball gowns and prom dresses that I had made i told him he just happened to be the perfect height the truth is i thought he was secretly gay and would enjoy the dressing up he wasn't and he didn't 搞定 ok刚这个讲完了 可是我发现到 我标题的materialize还没有讲到 所以我们不得不再多看一个故事 还好了 我刚刚标也 看一下时间 其实还没有说超过20分钟 有时候我尽量不要控制在20分钟以内 尽量把它控制在20分钟以内 因为我觉得20分钟以上 很多人就失去了attention span 好吧 那只好再多看一个 来 went camping with our neighbors for a joke I decided to hide in their caravan wardrobe to try jump at them 这里多了一个them 这是typo这样子 the moment never materialized because they came into the room and started having sex straight away I saw the fall thing take place couldn't move for over an hour 结束 很棒的故事 went camping go camping 这我们国中就学会的英文 go mountain climbing go hiking go swimming go camping 去露营 那你发现他们写故事 都很喜欢把主食给省掉 因为废话 不管是谁 对不对 so I went camping 那这里不用I 就是went camping with our neighbors 所以他跟他的邻居一起去露营 for a joke I decided to do something 所以就是当做一个开玩笑 他决定做这件事情 决定干嘛呢 hide in their caravan wardrobe 那这个caravan就是车队 甚至我们在讲思路 商队 有没有 我们都叫他caravan caravan 好像也是一款那种 七人座的车子的一个 就是他的名字 我忘记哪个牌子就是了 but that's ok 所以想开玩笑 他就决定藏在他们的caravan的wardrobe里面 所以wardrobe这个字呢 我们在这里就理解为就是他的衣柜 所以他藏在人家的那个旅行车里面的衣柜里 so I decided to hide in their caravan wardrobe to try jump at them 就来跳出来吓他们 哈这样子 ok 所以这里有一个try jump at them yeah ok try jumping at them 但是这个时刻没有成真 所以这里讲 我们就讲今天这标题的重点 material我们说是物质 或者材料 对不对 material 那materialize 怎么翻译啊 well 你就可以把理解为这个东西真正的物质化 因为是物质表示它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成真了 它变得真正存在了 那他在这里说 这个moment就是没成真 没有发生 因为他们一进到这个caravan里面 就开始打跑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哈哈跳出来吓他们 因为就尴尬了 对不对 你要一进就开始轻 开始啵啵啵啵这样子 所以the moment never materialized 我认为这样子理解就够了 ok so if something didn't materialize that thing didn't come true ok 那件事情没有成真 没有发生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ok so the moment never materialized 那你发现这边 被Microsoft画一个红色D线 因为音试拼法是S 那美试拼法是Z 所以其实都ok啦 好 那because they came into the room and started having sex straight away 所以right away straight away immediately 马上 ok 所以他们一上车就开始 做那件事了 他就呢 在看着这件事在他眼前 完整的发生 I saw the full thing take place take place就是happen 没问题 他就一个小时都不能动 couldn't move for over an hour 超过一个小时 表示他这邻居 算是蛮持久的吗 我也不知道了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字 materialize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